俄羅斯在紅場舉行大閱兵 由普清親自教育部隊 這次閱兵 俄羅斯出動1萬兵力 但125項軍武 只有T-34型坦克 或M多用途裝甲車 伊斯坎德M戰術導彈系統 等少數武器 軍備出場後 甚至短短6分鐘就全部走完 不過烏拉爾裝甲車 首次亮相還是引起注目 但勝利日前夕 俄軍用大量伊朗自殺無人機 轟炸烏克蘭首都基辅 這也是開戰後 自殺無人機最大規模的攻擊 烏拉爾戰爭造成的傷害 透過媒體傳遍全球 美聯社三位烏克蘭記者 霍班普利茲公共服務獎 表揚他們在這場戰爭的報導 美聯社在馬里烏波爾拍下受傷孕婦 以及伊爾平斷橋下逃難人潮的照片 同時拿下突發新聞攝影將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